生活小閒,潮流趣聞,九十後翻牆大作戰 歡迎回來最新一集的九十後翻牆大作戰 今集回到來,大家不好意思,你看到整個大頭的我 今天只有我單飛,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星期的時間都合不來 因為阿雞在我們慣常錄音的時間那天 一早就說了,那天是不行的 本來是想轉另一天去錄音 但是那天,咪咪摩摩整整一下,大家過了,沒有那件事 所以最後結論就是沒有辦法了 所以今個禮拜還是要我先頂著 其實今個禮拜也不空了 下個禮拜應該有他回來的 也是這樣,所以今天也是 有我在跟大家說說一些古靈精怪 或者第一單又不算古靈精怪,可以很正經的 後面有些古靈精怪的,就說一下不同的東西 而且多數都是這樣 如果只有我在,可能會說一些窄少少 毒少少的東西 不過第一單要說一下的新聞 其實你說那個類型,可能大家說很窄的東西 但其實背有討論的東西,就不僅是窄不窄的話題 因為又是關AI的事 那跟大家說一下這單新聞 那說起來,我想應該很多人都是 就算如果你不是很動漫迷的 你必必說你是每季還會追動動畫來看 諸如此類的 但我想有些經典作品,你一定都會聽過這個名字 或者可能都會認識 那你最首當其中一定是什麼 龍珠先,就算不是動漫迷 那你沒有追開龍珠都會問你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龍珠 你不會說不知道的 你一定知道是什麼 你或者好像有近來些 那你去到現象級的人 有人說,你知不知道有套東西叫我推的孩子 我知道,知道,知道,不是很出名 或者有人說,你知不知道有奏術回戰 為什麼我按Netflix都知道看到有 因為現在可能是近年 有些動漫畫真的叫出圈是多了 未必只是一些很Hardcore的動畫迷才設定 可能你開一些on-demand平台 有機會他都排了榜上有名 我記得我家人問我什麼是奏術回戰 動畫幹嘛要看他 沒有啊,他開過Netflix又看到他排了榜首 我說,是呀是呀,很紅的 那一季還在播的時候 我說,是呀是呀,是呀 這些今季的熱門作品來的 不過後面的東西都很離譜 然後就這樣說一下 但是有些很經典 好像剛才說龍珠 你可能都知道什麼來的 但是有另一套都相信 可能就算你未必是動漫迷 但是你都會認識的作品 就是新世紀福音戰時 就是EVA 很簡單的叫EVA 也都是一套 就算你未必是動漫迷 但是都相信你應該會知道是什麼作品 另外,他那首的主題曲 也都是可能就算你不是動漫迷 但是你都應該會聽過的 甚至會認識的歌曲 而今天要講的這宗生物 就是關於他的主題曲的歌手 高橋陽子的事 高橋陽子其實在特別的音樂界也好 或者是關於動漫作品的音樂界 就是很多人會認識他 甚至之前看過一個很喜歡看的日本綜藝 叫做人類觀察 我印象中好像香港也有買過回來播 好像是VT買過回來播 那就是喜歡做一些古靈精怪的事情 然後就觀察一下在場人士的反應 或者整理藝人觀察的反應 人類觀察 其中一個系列就是 會在一些地方找一個人上台唱歌 例如在一間餐廳吃東西 可能有些餐廳有時候會有位置 給人喜歡的上去唱歌 或者有時候有Live Band 他會讓一個人上台 首先 因為 你可能 這樣說 他就找了一個人上台唱歌 當然他的裝扮就不是說 一上去就很大明星那隻化妝 衣著 就說 就扮到好像在那裡其中一個吃東西的人 然後就上去唱歌 就說 今天這個唱歌我想唱一首歌給大家 其實我以前是出過一隻碟的 這首歌我想唱給大家聽 然後 可能大家未必很認得他的樣子 因為有時候 可能你真的很Hardcore 才認得他的樣子 但這首歌你絕對會知道 然後他就找了高橋揚子上去 在那裡唱歌 最初 歌還沒響起的時候 那些人可能會想 以前曾經嘗試過去進軍音樂界 這樣想 正常的情況下 你不會想到 突然間 去到很高級的 突然間出來 有人在身邊吃東西 出來唱一首歌 就說以前出過的 就聽一下 但是一響 前奏一唱一首歌 就是唱回 新世紀福音戰士那首 《Operning 殘老天使的光靈》 那首歌 一響 前奏已經有些人在餐廳 叫瘋了 然後 唱到後面 大家也覺得氣氛很好 甚至有人想不到 原來是他 原來他就是原唱 剛才說出的那首歌 就是EVA 然後 變成一次的反應很有趣 所以他也是很有地位 這首歌也是 這麼多年來 好像說 《Carna OK》 日本的那些彩榜 都是 排到很高的那些 那天那樣 收回那些板碎 都已經夠 夠了 什麼什麼 所以 這首名曲 他也是很有名的歌手 而 近來就發生了一件事 挺有趣 令到 他本身是會 出現一個 日本的音樂團體 就是叫做 《慈代動畫交響樂團》的音樂會 他本身是會在7月10號 這個樂團的音樂會 出現 做嘉賓 唱歌 大家覺得 交響樂團 可以請到他去唱首歌 一起去合照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可能很多人會很開心 上去買票看 但是 後來 高橋人之間 遲演了 就說 他不會去 參加這個音樂會 會遲演 大家奇怪 為什麼會突然出聲明 遲演 原因 是關乎一件事 可能大家在想 是不是待遇 是否裡面有什麼 艾薩 或者什麼 不尊重他的行為 就不是 原因是關乎一件事 最主要就是這張海報 那張海報是什麼 那張海報 大家看看 那張海報 那張海報 好像看去是很漂亮 那張海報 我又說 展示不到圖 我形容一下 大概就是 有一張海報 然後 然後 將海報後面 就戒了三格 即是直身海報 那他就是戒了三格 就是打橫一格 第二格 第三格 三行 他斜斜地 第一行 因為他始終關動漫的事 有個動漫女角在玩結貪欲 第二格 有個動漫女角 在拉色是封 第三格 有個動漫女角 跟第一格的女角很像 就是在這裏打鼓 那你覺得 OK啦 你始終那個樂團 剛才說的 那個名字叫做 什麼 遲代動漫交響樂團 那些海報有動漫的元素 用動漫去畫一些概念圖 很正常 對不對 但是 那張圖 大家看他覺得 不是 好像有點景色 因為 其實近來大家知道 所謂AI 或者生成AI 大家覺得很多討論點 有些人都說 好像生成AI 經常偷東西 專門上了網去人家偷東西 現在一些動漫畫師 可能有機會寫明自己的作品 是不開放給人家 用來AI學習 因為好聽就是學習 不好聽其實就是 吸取了人家的東西 拿回去 因為其實AI那些東西 它不是叫創作 不是侮辱而 它的運行方式本身就是這樣 在AI 你想要把我當動漫角色有什麼好 你可能打動漫角色 而我打多拉A夢 裡面有很多魔法咒語 你怎樣生成 就是跟他說 我要把頭有多拉A夢 然後有棒球唱 然後要日頭 然後要有很多觀眾 然後要有人跟他打棒球 然後旁邊有個大紅棋 然後棒球準備丟到叮噹 然後到多拉A夢 然後多拉A夢要拿著棒球棍 然後準備打球過去 你要把這堆的指示 你要把這堆的指示 讓他生成AI秀職做事 而這些東西是怎樣變出來的 如果你跟畫家說 畫師就想 要叮噹要多拉A夢 那我想想 先畫一個多拉A夢 然後先畫一個球場 或者畫完背景 我們可以分類 另一個人就是畫一個Layer 或者背景 另一個人就是畫一個多拉A夢 然後想想用什麼動作 然後拉好手 之類 那也是一種創作過程 但是AI因為它是電腦 即是它是人工智能 變成 它不會自己創作一個叮噹出來 如果你自己創作一個多拉A夢 這次我先畫它瘦一點 好像沒那麼肥仔 然後畫高它一點 好像準備好熱血 用一隻畫風去畫 其實是創作 但是AI就是學習了一些東西 然後用它學習了回來的東西 你就想像回 好像你家裡 你買了很多包LEGO 即是積木的LEGO 你買了LEGO回來 就組裝它 即是要坐樓的 就組裝它 然後你說要這輛車就組裝它 但是有些東西是 你用LEGO組裝出來的 你其實看上去的樣子 怎樣也好 都是LEGO 你不會說 我LEGO組裝出來 人家看不出來是LEGO組裝的 其實你不會的 你一看就總之是LEGO 但是你會很驚訝 就是你用LEGO組裝出來 那麼有型 或者你用LEGO 不是別人設定給你的 你自己左陷右陷 你自己去設定你做那架帆船出來 這樣很厲害 這樣 而你AI就好像剛才說 你LEGO 你組裝完出來 其實現在大家已經很看到 是AI的 即是如果你不是動漫迷的 你沒有看開這些動漫作品 那你可能就是 多漂亮啊 那個動漫女角畫多好啊 那它那個原創角色來 就是我把動漫人物圖多好啊 但是其實你看開那些動漫畫那些插圖 你看到AI插圖 其實你很快已經得到那個風格 AI的繪圖出來的風格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東西玩 但是最主要的人用的 其實都是幾種Style 你很看得出來的 就是當作不同漫畫家 有時候 喂 你說什麼 One Piece的美田榮一王畫出來的那些畫 那些風格你一看就知道是他的 跟著廖山明那一隻 你見一隻眼你已經知道是他的 那你是這樣做的 你說什麼 新小小的 咒術回戰的 你看到現在畫到整塊草稿 那你就知道是 戒健老師 那隻手裝木魚 他就知道是戒健老師 那些風格你一看 其實AI那個風格 雖然它是學習回來的 但是學習完之後 最主要都是用某幾種風格 其實現在很容易 是留意開動漫作品的 基本上將圖一看去大家 大家已經去到 喂 是不是AI圖來的 正如現在的風景上 可能已經去到 大家說 這張好像有些AI感覺 已經開始是這樣的 大家可以分成 因為你AI 就算他怎麼學都好 他學到他某個極限 當然他還可以繼續吸收下去 但其實這些東西大同小異 他還是會做一個東西出來 他不會突然間 他不會變成另一個東西出來 你人的創作就是 現在在這個世上 我當有五十樣風格 人就是可能無故做了 第五十樣風格出來 他會創作有機會做了這五十樣以外的東西 但是你AI拿到 就永遠都是這五十樣以內 你不會在這五十樣以外 再做多了另一樣出來 你頂到盡 將這幾樣東西 這五十樣東西裡面 某些東西阻撼又撼 撼到你覺得是第五十樣 其實不是 你已經看得出 不是都是那些東西而已 其實他怎樣撼都好 他都有一個雜性 因為你其實電腦AI的東西 你永遠都是要方便的 你不會用一個複雜的方法去做 所以其實你變成叫他去完成一張圖 我當要多啦A夢打棒球 在球場上很多人有大紅的 其實他做一做一做 他都會有種慣性 是用哪一種風格較多 用哪一種東西較容易做到一個好的 人滿意的效果 他就用那種方式 其實AI都有他的習慣 有他的習性 都有他的習慣取態 所以其實現在這圖 基本上你很快手一看去 大家看 將這圖AI整換 你那些動漫畫的人物 你看到他那幾個風格 這是AI 或者光影效果 這是AI 你一定知道 其實現在真的很容易分到 已經習慣到這樣 然後 有些人就去問那個 不好意思 就問那個主辦單位 就說 其實你們將同好似 是不是用了生成AI來做宣傳海報呢 就去問了 接著 往後再整了一輪之後 叫做慢慢發達一件事 就說 好像疑似那個 遲代動畫交響樂團 那個攝谷音樂會 將海報用生成AI 而後來這件事 越催越大 就是越來越多人討論了 變了後來 就是高橋楊子 就是主唱EVER 主題曲的那位 他們都出來宣布 就說 原定在 24年7月10日 舉行的 遲代動畫 愛好者音樂會 第一回的演奏會 他就說 由於 營運方的態度 和高橋楊子的想法不符 作為藝術家 無法與之面對 簡直是譯文 也都說 經過深思熟慮之後 就決定 這一次的出現 將會辭退了 對於各位 期待已久的各位 就覺得很抱歉 也都說 高橋楊子是希望 能夠最重視 心愛動畫的各位 的心情 最後一句就說 可能譯的關係有點奇怪 但他的意思是 希望大家 都會喜歡動漫畫的心情 你以為是明白那個意思 大家覺得是 如果你說 你是喜歡動漫的元素 所以去做這個交響樂 但你用生成AI去做 大家覺得 好像抹除了創作的東西在外面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 生成AI是一種創作 它是由零到沒有做這個東西出來 是的 但是始終 你會覺得 和你覺得動漫畫創作 真的要找人去做一張圖 畫一張圖 現在有些人爭論 有些人爭論 你們用畫板來畫畫 或者用紙筆物演來畫畫 不是用演 或者畫角畫 對不起 但是 人家沒有生成AI方式 創作方法不同 但是 因為那種真的不是創作 不是要否定別人 因為如果你要用的 其實是可以 但是那種真的是組裝 它真的和創作不同 創作 你可以參考一件事 你嘗試用那個風格 但你去嘗試 你很… 我不知道是否要截 證明 證明 你嘗試去模擬出來 你去… 就等於… 你用電腦AI 這首歌 就是用了什麼 你那個人的聲音 大概音頻是多少 然後就組那把類似的聲音 用這把聲音去模擬那些字出來 組那些字出來 其實它也是一種組裝 但是你如果你想去唱一首歌 你說很喜歡聽誰唱歌 我扮他 我先穿一首歌 你那首歌已經是穿一首歌 你已經是不同了 穿一首歌和一首AI生成的歌 其實是不同的 你正如畫同這件事 有很多人就是爭論 人家的創作方法不好 真的不是 那些是組裝出來的 因為他真是… 好聽就學 不要聽就偷 其實大哥AI老實說 他現在生成AI組 跟很多人偷的 真的很多人偷了回來 他不承認 這個當我負面一點看 其實他拿回來 他撼一些東西出來 你一撼就大家已經知道 其實就是… 有些人還會… 從一角度就是… 你的AI難聽說 你左拿右拿 拿了別人的東西回來 做了一個零件 然後你撼出來 被人就當成這樣 根本你都不是… 真真正正正地去做一個創作 還在說你如果跟圈外人 或者圈內可能一些 叫做持不同意見的人 去討論 你還可以談這件事 但是你說 你現在是做一個音樂會 你就是… 你現在是一個藝術表演來的 但是… 如果你說AI的生成圖 是藝術的話 我可以叫那個東西 是一張圖 我不會說那張東西是連圖 但是… 你又說那張也是藝術來的 你會覺得… 這樣就好像和大家 心目中的藝術不同 還有你那個對象群 最慘的是你和圈外人 你還可能… 你過得到 你可能和圈外人在說什麼 那這個廣告呢 我們不請畫師的了 他生成AI 生成張圖 出來就做廣告版 那你可能更窮的人 可以說得到 或者甚至你做的那種產品 其實真的 那些觀眾群 或者他的受眾群 是不在乎的 是無所謂的 我亂說 我當不是要詆毀 但我當是一些老人牌產品 即是一些很… 主售老年人市場的東西 你用生成AI 我沒事的 你用生成AI 真的… 你這東西售健康產品 你用生成AI 補了某些東西 我不是要妖魔化了生成AI 而是生成AI 有些東西做負載 就是很方便 即是我試過一些片 可能真的… 你幫我把字幕出來 他和我做了一些 都… 叫做有六七成OK的字幕檔出來 我只需要修改了餘下三四成 我不用由零開始 去打攤曲 其實真的不同 我都用它做負載 其實是挺好的 但是 我剛才說 我當是保健產品 主售老年人 你做什麼生成AI 你又不是售創意 你售創意 你售創那種產品 你做生成圖生成肉 可能有一個風景畫出來 有一個人在前面拿著東西 你其實無所謂 但你現在主售的是什麼 你主售的是動漫的音樂 就是一些動漫作品 就是動畫愛好者的音樂會 那問題 你那些客群 你要的觀眾 就是一班動漫迷 就是一班很沉迷於 一些不同藝術家創作出來的作品 或者是畫也好 你就是一班本身是很在意 什麼創作 很沉迷於別人創作出來的東西 覺得一些創作出來的東西 是有靈魂有價值的 那你對一班 是喜愛這個東西的一群人 然後你就在音樂會裡 你拿一個生成AI出來 老實說你等同於跟它說粗口 當然你說動漫迷 可能都會有時候看一些人生成出來的動漫圖 相對 前陣子有一些用AI生成出來的圖 你真的覺得是要AI生成才夠快可以抽水 就好像這個叉開小說 前陣子曾經有一件事在動漫圈裡是好笑的 不要說我用好笑 用錯字 總之經歷過一些網絡的事端之後 大家就發現到 好像有某位日本的配音員 即是聲優 日本的一位聲優 他疑似 原來有上了一些討論區 用另一個身份去留言 例如他在裏面踩某些同行 假設那天真的是他 他踩某些同行 那些照片全部都PS撿出來 哪個哪個人很恐怖 哪個哪個不跟人說早晨 不跟人打招呼 他們上網說這些 那些人重新的帳戶 這個帳戶也是他的 然後就被人重新的東西出來 向來這些人生成AI做了一張圖 就是做回他其中一個 一個聲優 大家很熟悉的動漫角色 或者是很代表作的動漫角色 就是跟著電腦打字在這裡 用一個很面目真靈 就是很憤怒的字 就在那宗新聞一爆出來那天 幾個小時後就出來了 這些我都覺得 爲的因為有生成AI 所以你可以這麼快有一個 講徒出來大家 笑獲金的生花符 很多人可能會用來報導新聞的一些網媒 可能他們也會拿那張圖來用 就是說有件這樣的事 有一位聲優 他就做了一些疑似 被人說他做這件事 那你就有生成AI 加上那張梗圖真的很好笑 那你這些位置生成AI 發揮很好的地方 所以可能有些位置用到沒問題 但是你說的是一個做動漫音樂的音樂會 你將海蟲生成AI 所以就令到很多人反感去講這件事 也都令到高橋陽子就決定去出這個音樂會 甚至裡面發生一些沒辦法以藝術家身份面對的事 他覺得大家都是創作人 你什麼據他們音樂人來講就是 他生成AI會做什麼 模擬你把聲去唱首歌 正如AI找光去唱一人之境 唱我的孩子 唱idol 就是這樣 你對音樂人來講 可能有些人都很好玩 但他們覺得其實他們的表演就是他們的事業 不僅是事業 可能是他們覺得很自豪的一件事 那樣的生成AI就是很簡單低成本地去模擬別人 做一件類近的事 就讓一些未必要追求很真實的人 過了隱就算 所以就變成可能你從音樂家角度 音樂人角度都覺得 其實你這樣的生成AI真的沒有很尊重 就是你不可以說 因為你做音樂的事情 所以你不接受音樂的生成 但是圖畫的生成你可以去做 最重要的是 你可能用來補充背景 可能大家沒有什麼東西 就是你那張圖 大家就說 那你找一個畫師畫 在一個商業音樂會 你找畫師畫 是不是一件這麼困難的事 不是容易的事 就是不是說 千萬不要說這句話 就是什麼 你找一個畫師了兩筆就搞定了 你這句話等同於跟畫師說出來的事 大家都覺得 那如果你搞一個音樂會 你有籌備 又請多一些很強的嘉賓 那你去找一位畫師 相信不是一件這麼困難 都說不行 我真的找不到畫師幫我畫 或者請不到畫師 或者我們甚至乎 商業音樂會 有商業成份音樂會 都不是那麼容易 出到那塊錢去請畫師 那他不是這件事 你甚至乎 可能跟人類那類的 就是一些 很自發地自己 可能未必 商業的那種 一些 可能有機會 都可以找到一些 他們熟悉 那似乎你做動漫 大家不深信 你不會這麼難去找到 一位畫師幫你做這件事 所以就很少覺得 是不是 你好像不想 或者不肯去找 令到很多人覺得 有些反感 也是 這樣的情況 而後來 主辦單位也有出來 正式道歉 就說 關於第一回的演奏會 在宣傳單張 或者在網頁上使用的圖片 就說收到很多人意見 指出 這些圖片 是不是AI生成 做的 而說 作為動畫專門的管弦樂團 去使用生成AI 是不是不適合 這樣說 此外 高調揚智方面 聯繫 作為動畫音樂的相關人士 在這種情況下出現 是不合適的 也說 由於創作態度的價值觀不同 所以就不會參與音樂會 而官方表示 作為自稱熱愛動畫的樂團 但是 對於近來圍繞生成AI的問題 他說缺乏了自覺 覺得也很羞愧 此外沒有考慮到作品 也沒有理解到 喜愛動畫 和相關創意的大家的心情 所以說 會心表地反省一下 還有說 宣傳海報網站的圖像 就馬上請了一些策畫家 做一些臨時替換的委託 幫他已經改了一些圖 做一些有畫師去畫的圖 也說 會用新的視覺元素 為音樂會做好準備 但是 後來有些事情 就是 你一來本來 因為他起了頭 你那裡令人太反感了 就是 你令到很多動漫迷很反感 就是 反感程度高過我 我覺得 你很好地地 為什麼我把AI圖 你是不是自己拿來衰 那種感覺多些 但很多動漫迷 都覺得 你這件事 比我的反應更大 所以可能 他那個 叫做 會是 檢角 就是 不要叫批判程度 或者 他嚴格的程度 對他嚴格的程度 會高了 所以 也監察 後來 說 你這件事做得不好 就是你宣傳圖 雖然 換了 但是你都沒有給那個 策畫家 儲回的名字 就是你沒有給那位 畫師 下一個名字 就是正常這些 不知道怎麼這麼正常 但是很多情況 可能做 藝術的那個 你都會 下一個 credit 就是 哪位哪位的原畫師 幫我做的 正常很多 例如那些動漫類的 就更甚至 就是 正如我自己也喜歡看VTuber VTuber 有時候 開台的時候 的Thumbnail 就是直播 那時候 那張縮圖 那張縮圖的時候 是用一些 FanArt去做的 因為他們會做的 Hashtrack 可能那些粉絲 去畫了一些 FanArt 就是很喜歡 VTuber 畫一些公仔 可能貼上去一些 擺圖的網 或者貼上去社交平台 就用回 那個FanArt的Hashtrack 就讓創作人可以找到 那些FanArt圖 也都說 在那個Hashtrack裡面的圖 那些FanArt的Hashtrack 不是規短的 但是大家 習慣的是 你用的那個Hashtrack 原本的創造人 都可以拿來使用的 那他們做的Hashtrack 就是 大多數 現在整個文化VTuber 就是 你在Hashtrack裡面 你出的FanArt 就是 希望能不能給他使用呢 或者會不會有興趣 可以拿去使用呢 而接著 也不只是大多 基本上是 差不多 都是會有些VTuber 用了FanArt 用了FanArt 他會在那個 例如是 影片簡介位置 會下回 那個名字 就是給Credit 說 是來自哪位 哪位的 可能是Cheater的User 哪位的創作人 就是來自他的 是一張FanArt 來的 也多謝他 甚至有些可能會自己 在社交平台 分享那些FanArt 去多謝他們 讓別人可以去注視他們 找到他們 也都說 有些可能畫FanArt 畫到 跟那個 本身創作人 就越來越Fan 可能有一些 委託 簡直是說 可能去旅行 跟著 那個郵寄想 找人畫FanArt的方式 去展示給那些FanArt 然後 我就 找回那些 那些 畫FanArt的 一些畫師去做 可能會去到這麼 很有趣的關係 那 大家覺得 可能給他 儲名也不太過 所以 你都沒有給他儲名 好像不是 大家這樣說 因為人家真的 臨時 急著去做替換這些 處理得不好 我覺得也是大意的 應該不是 有心 說 神經病 不要讓人家的名字 不要讓人家知道 是誰說的 應該不會這樣的 我覺得這些 應對 急著來 這些情況下 但是 要做這件事 就 再引起多了 大家會討論 AI生成 或者生成式 AI的 使用上面的 一些 可以說是道德的問題 因為有時候 有些圖 你弄來 純粹課分 其實都很多 很多人弄來課分 可以貼在社交媒體上面 甚至乎有些圖 挺有趣的 你又說 人家拿來弄來玩一下 沒有所謂 但是如果用到 做一些商業用的 那些東西 譬如我 有些朋友之前 可能去買一些月曆 他說 他習慣了桌上的月曆 他習慣了手寫 我都習慣了 全部的 項目 我都有本來手寫 但是 我不是手寫月曆 我是手寫 本周要代辦事項 有些都是說 我習慣了桌上的月曆 他說 看了幾隻 大家幫眼看哪隻好些 然後又看了 那些圖是漂亮的 但是很生成AI 現在可能是 真的很生成AI 變成有些時候 你到商業上 用了生成AI 大家會覺得 你特別用來主銷 用了生成AI做主銷 大家的觀感 有時候還是一種 不懂得怎麼處理的情感 當然 有些人馬上下了一把尺 你用生成AI 我走開 你沒資格說不可以 我個人就未到這個位置 但是 如果你是做到 賣畫作品 你去賣的 你用生成AI 來做整套 我應該都不會賣的 就算我喜歡你畫的 就算我喜歡你畫的 我不要說 就算我喜歡你的畫面 或者喜歡的故事 但是生成AI做完 我又未必會 但是這樣說 如果有些人是部分 例如我見過一些 可能他是寫小說 有一類創造人 就是剛才我講的 可能是一些 如果是畫師 你畫漫畫 你用生成AI 做整篇漫畫 我未必會接受到 但是如果你做的 那個界別 可能真的用了這件事 做輔助 例如 可能我見過一些 是寫小說的 他是做一些自己 寫小說 去放上一些 是專門給人用來 投稿 展示自己作品的 一些網站 這樣 可能他們有些 會有機會想 下張封面圖 但是 人家是寫小說的 他是寫文字的 變成他未必認識 畫圖 那方面 有些可能會委託 別人幫忙畫一張圖 有些可能會用生成AI 去生成一張概念圖 但是他不是 用來生成一些很細節 想人生成一些很概念圖的東西 例如可能他是做一些 我當是 他是做世紀末的 類似什麼 Fall Out那種感覺 就是末日之後 他可能用AI圖 生成 他不是生成人物 他是生成一個末日後的圖 你看得出是AI 但是用來擺在這裡 給你做的概念 大概是一個講末日後的故事 他這樣做了一張圖 給你做Themnails 這樣看一看 大家的觀感就覺得 他的創作部分 其實他的著眼點是在 裡面耐敏 而且他也不是說 用這個來做其他東西 觀感就好一點 但是接著到這個 大家可能想 如果這樣 別人的樂團 他本職不是要做那張海報 他做音樂的演奏 變成現在就會卡在這些位置 但是很有趣 剛才我說的 可能一些很個人 或者我們說的是商不商業的東西 可能如果你說那個小說 可能他是自己擺上網 你擺明他是不夠資源的 他自己寫一篇小說 想在地方展示 那可能就是商不商業 令到大家有先過一分不同 他就是想自己展示的小說 但是他真的不懂畫圖 也未必有成本去聘請 或者去委託一些華斯波的手 他只是做了一張概念圖 放在那裡 讓大家覺得 他不是商業 展示篇漫畫 哪怕大家看完喜歡 可能你走去 因為那些網站 你可以做一些課金打賞 可能你說 這位作者很好 我想支持一下 當買杯咖啡 請他喝 可能不會按那個 類似Super Track 叫贊助 這樣下去 但是可能你這種情況 你覺得 他用那張生成圖 也是沒辦法 可能也未必上 但是如果你說到他那裡 才有一些 可能說 真的 在說 是有賣票的 是售票的 一些音樂event 然後 你去做一張 用生成AI去做一張海報 大家如果說 你商業運作 你商業運作麻煩 你就不要這樣做 人家可能單獨一個人 如果你這樣說 可能有個人是 純粹 錄手歌 上去 放上youtube 開心的 或者是想讓人家 看看他做這張歌 做成怎樣 可能他用了 小生成AI在裡面 其實大家的反應 沒那麼強烈 但是可能你做了 去了一種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買賣 但是總之去了商業 這件事涉及在裡面的情況 你剛才這麼說 如果有人說 你也可以打賞 你可能打賞那一隻就不同 就是賣那一隻 你確實是 如果把一個人當成一個產品 一個產品去賣 可能大家的觀感不同 如果那個 剛才舉例子 那個 用生成AI去做 概念圖那位人士 可能跟著那個小說 是被人看中了 就說我現在幫他出一本書 幫他出實體本 如果那個商業去賣的實體本 都是用生成AI去做封面 或者做內文 去做裡面的插圖 那我猜大家應該會翻桌了 所以現在 這件事就是 大家沒有一個很標準 應該 標準應該什麼時候用得 什麼時候不用得 你應該用到什麼程度 不可以用到什麼程度 沒有這件事 但是從剛才的例子 可能就想 是啊 可能他興趣放上網 看看有沒有人 可能會有興趣贊助一下他 那這個情況他用 可能大家猜 沒辦法 這個時刻 是需要這些 但是可能他可以再進一步了 可以有能力 或者應該不說 可能大家的重點 就是另一件事 有沒有能力 可能他有能力 可以聘請到 策劃師 或者有出版社 幫他出書 你出版社 不要跟我說 什麼事情 就是怎樣都會做到 那可能這件事 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覺得 如果你到那個時間 你到那個步驟 到那個階段 你還是用生成AI Sorry 大家就不行了 反抬了 可能就是這樣 那變了 去到這件事 大家可能討論上 會多了去想 其實生成AI 應該是要 用到什麼位置 可以 用到什麼位置 不可以 我想大家可能就是在這裏 現在都在討論這個問題 思考這個問題 這樣 就算是可能你 現在普遍就覺得 可能你興趣無聊玩的 你自己弄出來搞笑 就是可能你弄幾個動漫人物出來 他們 你生成色 弄幾個動漫人物 自己做個小劇場 在那裏做一些本身原作 不會做的搞笑事 可能大家覺得OK 大家看來笑一下 開心一下 都是同人創作 但如果你拿了那些東西去賣 就是說 不是說 你做得好 大家按打傷的東西 而是說 我準備出本 人家可能 那些同人節 人家是畫本 同人本出來 可能是畫過幾個角色 組的小劇場 去搞笑的 本身是打鬥漫人 現在是畫他搞笑的 然後這本東西 這本的作品 可能大家會說 我喜歡幾個角色 多看幾個角色 然後做搞笑 要怎麼買 但如果你說明那本 我整本AI張出來 我唯一賣的就是我的概念 可能大家會說 你真的差一點 你不如寫小說 可能大家會這樣說 你不如寫小說 這個時候可能大家會說 寫小說去賣 可能我還OK 但你這樣做法 你又好像不太尊重畫那些 可能始終就是 AI的創作 剛才那句 它基於Data Base Data Base 就是拿別人的作品 拿了別人的作品 按照拆散了它 成為了它裡面的LEGO 成為了它儲存在儲存庫裡面 備用的一大堆LEGO 然後就砌一 你要一隻長頸鹿 就拿一堆LEGO 砌一隻長頸鹿給你 你要一輛跑車 就拿一堆LEGO 砌一輛跑車給你 可能就是這些位置 就令到大家會覺得 不OK 會有問題 甚至乎這件事 去到另一隻遊戲 曾經有討論過 有些人說 有些遊戲 如果用了新成色 幫忙去做一些東西 可以不可以 例如之前有一隻 驚奇幻獸牌 那一期很紅 也有很多爭論 很多人不覺得 抄Pocketmon 抄寵物小精靈 不是 現在不是寵物小精靈 現在是精靈寶可夢 所以我不習慣這個名字 有些人說 你真的抄寵物小精靈 抄寵物小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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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些人說 他也說 混合了其他元素 有去一些獨特的東西 也有些人對這個說法 不接受 我也明白不接受那個點子 因為我反而那次 不知道為什麼 我真的沒有什麼很大反應 我是正反兩面的點子 我覺得大家有道理 有時候就是去到一位 你不一定說贏人 對不起 你不一定說贏人 你也不一定可以說服人 也不是有一個正確錯誤 而是看你接受程度去到哪裏 有些人就是接受到 好像幻獸帕老那樣 裡面有些東西 拿了Pokemon concept 拿了Chunk game concept 拿了Minecraft concept 拿了其他遊戲 concept 陷了遊戲 陷了一個其實沒有人做過的事情 因為你這件事混在一起 其實沒有人做到 這樣就能接受到 但有些人就是 喂 不是太抄Pokemon 你又抄了Minecraft 你左抄就抄 我接受不了你奉合的 那就算了 變成會不會有這件事 但剛才說的 他也有些要創造出來的 他自己本身都創造這些東西 也有些人說會不會有這麼多隻 類Pokemon的東西 會不會用AI生成出來 也有些人這樣說 所以變成這些爭論 現在是 只會越來越多 因為 越來越多一些人會用生成色 去做不同的事情 也就是那樣 甚至乎我都用過來做 一些幫我做字幕的東西 雖然我近來都懶了 不是說這條片 我可能自己做完這條片 有時候我未必 用不了那麼多 因為那樣 我用它來 整理完字幕檔出來 它有六至七成是正確的 也有些時間號碼是基本上準確的 就是1分30秒 至1分33秒 有句對白 它是準確的 但始終我還要修改餘下 四成 三成的一些字句 我可以再檢查過 我還要檢查過 我還要檢查完才知道 所以都是很大的工程 但是我都用了來幫我做一些事情 所以現在 可能大家現階段叫做 較為能夠接手 就是用來做協助的工作 就是做assist方面工作 幫助你工作 例如你做完一件事 你幫他檢查一下 有沒有什麼脫漏 或者有沒有一些位置 很機械化做事 幫他做了 會不會這些事情去做 但是就多一個最後成品 完全是用AI做出來 可能大家現在未必能夠接受到 相信在接受程度上 但是在協助方面 可能還可以 所以就算剛才說 什麼可能拉遠去還獸拍佬 可能都覺得 有些玩家覺得 可以用來做協助 可以 但是那個角度不是的 有些獸 有些裡面怪獸 擺明是用生成的AI 我接受不到 我真的不是業場頭組 但是我都是兩邊的角度理 你有一邊接受不到另一邊的意見 其實 因為你們大家著眼 或者你們某樣東西執著不同 所以會有一樣 但是你說 可能這次這樣 變成大家應該執著那位在哪 或者執著的東西有多少 我相信那個 在發展上 可能這次事件 就是另一個例子 大家慢慢去思考這個問題 多一點 好了 那我們今集節目時間 來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這個話題 下集回來 我幫阿雞 應該下集他回來的 那時候再聊聊其他的新聞 希望他不要這麼重口 就這樣說 好了 謝謝各位收聽今集節目 我們下集回來再見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